平川收人静 天天聊不瘦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是一场兽足内战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EI 一张比较小的EV地图 出生在地图左边是红色的兽足ID 叫我不是迅龙师 他呢 其实就是知名主播 TEDTD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一名蓝色的兽足ID叫PAYBDY 这个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开局的话 TED又开始扫套路了 拉了两个小苦工过来 这边的话 看看视野 应该是看不见这两个小苦工的 这两个小苦工偷偷的过来 在这里又要开始挖碎道造塔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套路能不能成功 开始干活了 开局拉了两个小苦工出去 其实对TED的经济损伤也是蛮大的 看看 如果说失败了 那会非常的亏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法英雄 蓝色兽足 手法的是剑身 家里的话战争模仿很早就安排好 暂时没有放兵营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TED这一边的话也是 仙灶的话放了一个战争模仿 没有放兵营 英雄还是选择的是剑身 好 双方开局差不多 只不过TED有个骚套路 好 这里也是拉一个小苦工去侦查一下 这里两个小苦工坑哼哧哼哧的 在A树 树挖到差不多的话 照两根塔 这个挖隧道最好用的种族还是人族 因为人族可以生个炮塔 炮塔这个攻击非常的猛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应该还是看不见对方 还是看不见对方 好 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但是正好这个兽族小苦工全部在这边挖树 如果在这边挖树的话应该发现不了 但是在这边挖树很可能就挖空了 好 看一下这边 英雄一出来的话 这边看一下 英雄一出来 哇 直接贴加速去抓对方炼击吗 贴了一个加速直接去抓 这个时候发现 对方英雄怎么出来的比我的还晚 好 贴了英雄出来了 上来的话A一下对方的一个小苦工 那小苦工的话再拖时间 尽量拖对方 让对方的话没有这么快去炼击 或者是搞肾 这里剑身还是先把这个小苦工解决再说 这个时候 蓝色剑身引个身 红色剑身 感觉一切非常的不错 开始练极了 这个时候蓝色剑身 疾风部时间快到了 现在隐藏一下 然后再开个疾风部 预估一下时间 马上过来抢这个怪 我们看看能不能抢着 这里好装备 有可能是公爪或者是头环 上来的话 还是被TED自己给练完了 蓝色剑身没有抢成功 经验装备全部被TED的剑身拿走 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贴个曼里奥 补一下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两个小苦工已经差不多 哎呦 但是这里的 这里的苦工好多好多会挖空的 看见这两个小苦工干活好像 成功不了 暂时还是发现不了啊 暂时还是发现不了 这个时候双方的剑身开始各种搞事了 蓝色剑身 砍一下小苦工 红色剑身选择防守 红色剑身 这里的话有个加速手套啊 反倒的话攻击速度会比蓝色剑身稍微快一点 这里哎呦 这不小心挖空了 哎呦 不小心挖空了 哎呦 两个小苦工挖了半天 白用工啊 赶紧走 哎 还想在这里挖吗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视野还是看不见 这里隐藏一下 隐藏一下 还想在这里继续干活 这个时候这么多小苦工过来挖 始终是要挖穿的 所以还想偷塔 很难很难 这里已经发现了 哎 这个视野已经能发现了 这两个小苦工还想干坏事 发现 哎呦 这个坏事干不成 终究还是回家吧 哎呦 那这一波开局推的有点亏啊 本来想上来想整一个活 结果失败了 现在剑身开始攒装备了啊 一个加速手套 一个攻击之爪 这里再练个5G的蓝胖子 这里蓝色剑身 我们看一下 去买了个头伙 买了个鞋 继续过来骚扰 这里 你看5G蓝胖子能处一个什么好东西 熟奇大落 哎呦 打了个吼叫 直接卖掉啊 用处不大 开个几分布 这不开几分布呀 被这些怪给围殴住了 这里蓝色剑身 极其疯狂扫扰 两个地洞射 然后小苦工及时躲在地洞里面去吗 哎呦 这个没有及时拉过去啊 好 这里剑身过来 反练一下对方的一个点 看看刚才自己这里的挖裂 那个加速手套 这里看能不能打一个弓爪啊 这里蓝色剑身继续输出 继续扫扰 两个地洞的输出有点高 还是选择撤退 好 这里打了一个头环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蓝色剑 蓝色兽续这里开始升二本 这边的话二本升好 直接跳三本 哇 这科技有点快啊 看一下 这里的话 泰特的剑身装备还是很不错啊 头环 公爪 双公速 这里的剑身 哎 也去买了个公爪 还是过来骚扰啊 真的就把骚扰进行到底了 这里的科技落后太多 刚才也是虚惊一场啊 没有来的进去升本 发现对方那么多 那么多干坏事的两个小狗狗 好 这个剑身就是把骚扰进行到底 反正身上有药膏 把骚扰完 马上贴个药膏 那贴得了剑身 哎呦 十滴血 两滴血 两滴血 哎 这里练一个公爪 差点就野怪把它给练掉了 这个玩的这么的极限吗 这个剑身过来 又来躲在这里 贴个药膏 聊个伤 什么 然后继续骚扰 打的就是经济 我们看 这里经济骚扰的严重吗 这里是10260 这边是10 大差不多 骚扰200的经济啊 也不多 这里红色剑身 继续去打宝 哎 这里状态不是很好 要回家补一下状态 补好之后 再去搞一些装备 那这个时候小歪防守 你蓝色剑身 还有机会吗 看看 哎哎哎 这里撞了一圈 发现没有机会 小歪伸个妖术一遍 后面两个地动疯狂的射 还真的有点难搞 这个两个双英雄合体了 要不要一起喝起火来干事 哎 这个时候蓝色剑身 依然在扫了 刚在开你小农民 现在看你的建筑了 小歪妖术 哎 看看剑身 能不能来个暴戒 哎 小歪继续往前冲 再贴一个再来一个妖术 好 第二个叶术放出来了 剑身一刀 两刀 哎呦 108 调皮 还是把这个蓝色剑身给解决了 装备就是不一样 看一下这里 123 两个牛头人图腾 一个灵魂小物 哇 这黑牛嗜血 黑牛啊 打得非常的暴力 后期 那这里的话 应该也看出来了 也是同样的打法 那这里的话 谨慎一些 家里的话 多放点塔 这样的话 你科技落后 一样的打法 你这个部队成型 肯定要比对方晚一点 而且自己的剑身又阵亡了 那这个时候 泰德又可以疯狂的攒装备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已经有三个公苏手套 两个公爪 到时候呢 这里 事迹 这里又可以去买一些装备 这个地图就这点好 可以买装备 只要公爪刷出来 直接买 这里的话 剑身死的不是时候 刚好二英雄在训练当中 这剑身死了 慢慢要排队 这排到猴年马月 对方疯狂的练击 你这里还在复活英雄 剑身 又买了一个公爪 三公爪 三公速手套 这个剑身 公速也有 是吧 公鸡也有 还猛 这个时候 两个英雄又开始练击了 小歪 把这些野怪给勾出来 靠塔 帮忙练一下 看看科技情况 泰德这边三本已经生好了 已经开始出黑牛了 牛头冷 然后过来压一下 对方的一个点 这一局主要是开看剑身 看剑身 好装备的剑身 又吃了一本敏书 舒服 小歪 升到双头环 这里94的跳屁 目前二级 输出不是很高 还是刚才厉害一点 考了个108 好118 刚说完的话 谁说我攻击不行 上来就一个118 好 剑身三级了 三级打一级 这个节奏 真的是 本来是打经济 结果经济没有压下去 自己呢 装备落后有点多 好 双方的打法都是指出英雄 后面直接出黑牛 转黑白牛的一个打法 那他也在这里呢 稍微的什么经济 稍微的应该说 科技领先比较多 他这里还会转一些视血 萨满视血 健身 这里小歪 已经用黑牛了 用黑牛练级 这个效力真的是高的离谱 另外一边的话 现在还是双一的等级 对方已经是三二了 双方等级差距有点大 先出白牛 灵魂练一套 这个点可以收割一下 中间市集要不要买一买 买点装备啊 你目前的健身装备 稍微的有点抠脚 把怪给勾出来 小细节 这里的话也是练得差不多了 小歪 单转回家 补一下状态 这里健身 要不要找机会再去买一拨装备 科技情况 蓝色这边也是生好了三本 三发的是老牛 这边是三英雄 再加上黑白牛 这里的话是双英雄 很久很久三本生 但没有出第三英雄 就两个英雄 买了个迷你基地 我们也的话开始出黑牛 黑牛现在是零攻零防 哇四个黑牛了 这作战能力已经有点强了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健身的一个装备 三头火 三攻速 三攻爪 150的跳屁了 输出是越来越高 这里的话 哎呦 这个练节节奏不是很紧凑啊 一个在这里是吧 东敲一下西敲一下 然后练剂效率确实差的有点多 过来练一下这个个雇佣兵 三英雄叫白牛 灵魂练一套 三英雄很硬 这里的话 直接把迷你基地分宽开了出来 撒满世雪已经升好了 健身 这里又整了一个加九的弓爪 这个健身的装备很不错了 四弓爪 两弓速手套 后面三本生 再可以去买个电球 接下来小歪看看格子够不够啊 都买点什么蓝瓶之类的 健身 已经开始183的跳臂了 这跳臂真的是越来越高 又打了一本敏书 秦始小歪也是个敏捷英雄啊 好 分框开了一起来 这个时候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继续补一下状态 单传 速度更快 这里是不是要不要买迷你基地啊 看一下 这里的话 没有买 哎呦 这个资源啊 你说你骚扰了半天 自己资源好像没好多少啊 还科技落后那么多 这里是二级健身 调皮106 对方的话已经快4级了 4级健身 这里打又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这个加速手套要不要给小歪 小歪格子够嘛 小歪买了个电球 给健身 这里贴了 这个格子满了 直接把加速给吃掉 我们看一下 这里练一下七级海龟 刚才对方是整了一个公爪 看看你是不是也整一个公爪啊 两个公爪好像都是花钱买的 这个公爪 看看能不能搞一个加球的公爪 哎呦这部队数量太少了 练起来很难啊 两个黑牛三英雄 对方的黑牛的数量已经快五六个了 这里又给健身买了一个加五的公爪 这里健身又要换公爪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蓝色兽足 能搞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也是公爪 好的 这一局的公爪真的是有点多啊 蓝色健身 三公爪 这边红色健身 五公爪 五公爪加上一个电球 这个输出有点炸裂 小歪的话把东西的装备给卖掉啊 保持两个头环 增加一下三维数据 目前人贡方面 红色兽足68人口 蓝色兽足50人口啊 双方的人口差的真是有点多 英雄还有等级装备都有差距 来看看红色健身又要应对一下 目前有分框 视觉一加 健身非常的凶啊 五公爪视觉健身啊 这个标题是不是非常猛 好 看看黑牛又补了一些 要往前冲了 75人口打50人口 真的是高的有点多了 这个幻象过去 对方还卡一下位置 吓一跳啊 确实看到对方的一个健身过来 四季健身 有点吓人 小歪看看要不要去采购一些无敌啊 之类的东西 后面团战就是砍健身 砍英雄 这里有没有买迷你基地 看一下 好 这里也是买迷你基地啊 但是这个速度 这个分框开的实在是太晚了 好 特地已经报到82人口了 这个报人口的速度有点快 幻象继续去侦查 对方看到幻象也知道 对方这个装备啊 有点吓人 这五公爪 这什么意思嘛 有点吓人啊 各种堆装备 这把这个魔兽震霸 完成RPG一样了 是吧 好 散满 嗜血 黑牛往前冲 看看这个四季健身 衣服当官 你敢冲吗 这里赶紧不连他 能躺能不能起来 健身甚至还是幻象 发现不了真身 往前冲 哇 这黑牛嗜血 健身嗜血 哇 这个输出 这个攻速有点猛 现在二季健身 在对方 巨大的部队面前 好像有点撑不住 幻象258的调皮 这个真身237 哎呦 真身还不如幻象啊 好 老牛踩一脚 可惜还是倒下 没办法 双方人口差距 还有这部队状态差了有点多 蓝色剑阵 直接溃败啊 好 我们恭喜太太 打完这太太又变成蓝色了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